怎么情况下能灭共 我告诉大家 今天所有这些条件都不能灭共 但这些条件加在一起 他才能灭共 就是三道大门都打开 内部的经济金融崩溃 房地产崩溃 粮荒 然后共产党内部的剧烈斗争 又对台湾采取了 不管是什么行动 是愚蠢的行动 然后愚蠢的狂妄的 去挑战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略经济利益 狂妄的向征服美国 征服欧洲 然后在广东香港 更采取更加极端的活动 然后国内采取高端的施压政策 然后日本美国 在亚洲的战略围堵政策 变成了从围堵变成了围杀 我围堵你 我没想让你死 从围堵变成了围杀 就是脖子上戴上戴刺的 那很可怕的 戴刺的项链 是中共的第二岛站 第三岛站 我就给你链子上 给你戴上刺 你只要动就扎死你 从围堵到围杀 这种时候 共产党那一定是狗急跳墙 这时候就要 也可能要是核武器了 跟普京似的 最后没有任何选择的 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定会出来 把这帮孙子全干掉 共产党不复存在 只没有任何一个单独因素 可以灭掉共产党 对的灭共来讲 没有一个单独原因灭掉共产党 一定是综合原因灭掉共产党 美国灭共 共产党灭共 共产党你就想出来一个原始改 就把习干了 就灭不可能 美国灭共不可能 像现在必须欧洲认识到 共产党绝对是我们的威胁 俄乌战场的后面帮凶是共产党 非洲认识到 这是对我们的经济巨大的威胁 拉美洲认为这我们的威胁 中东认识到 哇塞 这所有的问题都是共产党的威胁 美国也意识到 日本也认识到 亚洲认识到 全球认识到 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 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发生 少一样都灭不着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